郭文貴議員 李委員 早安 民俗長 還有廳長 我今天有三個面向要跟民俗長跟廳長來探討 我第一個要談的就是說 行政法院 稅務專庭的法官 他真的對稅務了解得夠深入嗎 這是一個問題 據了解 我們行政法院有超過一半的案件 是屬於稅務徵送 在這個當中 人民僅有6.11%是勝訴率 人民勝訴的只有6.11% 這麼低的一個勝訴率 遭外界 他戲稱我們行政法院是敗訴法院 凡是只要有關稅務訴訟的案件 那行政法院絕大部分都判決人民敗訴 為何稅捐徵中 常年高居名告官的一個榜首 就是稅務徵送 有學者質疑說 勝訴率會這麼低的原因 是行政法院的法官 不懂税法 甚至呢 他是直接 抄国税局的答辩书 完全 丧失公勇判决 跟中立客观的 立场 秘书长你怎么看 第一点 就是 行政法院的办理 税务的事件的法官 我说那个胜诉率 只有人民的胜诉率 只有6.11% 6.11% 这一个可能他的计算 是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他是看似说全部胜诉的 那其实诉讼里面 有一部分胜诉 一部分败诉 那如果加上一部分胜诉的话 这个比例在 秘书长我知道 就是说我们税务案件的事实 它的背景当然很复杂 而且涉及财务 会计跟税法 那征送的税额 还有财罚的金额 平常来讲 一般来讲都是属于高的 非常高 那对于民众权益 它是影响非常的大 为了让民众 有公平的诉讼空间 所以我们有设立了 这个税务专庭 对不对 那我要请问民众长就是说 税务专庭设立了以后 我们是否有提升了税务案件的办案品质 还有加速这案件的审理 可以增进民众对行政诉讼 这个税务案件审理的一个幸福呢 税务专庭确实是有帮助的 因为设立专庭以后 我们从102年1月开始 在这个专庭里面有配置 具有财经税务或会计专业背景的 这个司法事务官 来协助法官 那这个我知道 那我要了解就是说 因为我们 但是呢 我们现行的税务专庭的运作 它只有做分案 没有税务法官专业培训的 这样的一个签 这种管道 而且税务法官的选拔 你们到目前为止 还是依旧是走这个论资历 其别的传统的升迁的途径 你这样有办法来鼓励 有志于努力税务裁判的法官 跟先进裁判的这样的一个见解 也有可能发生说 劣币弃逐良币的隐忧的 这一个情况 当然你刚才密书上有提到说 司法院在三所高等行政法院 你们是有配置 具有财经税务 或是会计专业的 司法事务官 来协助法官 厘清税务事件相关的财经事实 而且提供专业的意见 但是为什么 还是有这么多的学者专家 还有民众 质疑行政法院的法官 不懂税法 那据本席了解 第一个在德国有税务法庭 他专门来处理税务的法官 基本上都要训练七到八年 那跟我们是否和这个行政法院法官 从普通法院转过来 对于税法相关训练时间 甚短 那个差距是很大的 我记得我在去年 去年的元夜九号 我也是在这个地方 我邀请了 包括德国的台大的 这个我跟台大的陈志荣教授 还有这个德国的 还有澳大澳洲的 还日本的很多的这个学者 在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要如何来走出啊 这个税法的白色恐怖的 一个公听会 这里面就谈到非常的多啊 有关于税法的一个阴暗面 那人民啊要提起这个行政诉讼 基本上啊 这个武器啊是不对等 一个跟政府机关在打行政诉讼的时候 武器不对等 现在的公务人员 为了保护自己 可以 他对他所掌管的业务 的 具体谜 非常的清楚的 甚至那个行政命令 办法 标准 他比谁都还清楚啊 但是他很少说 我叹起头来 看一看 你这个法律 有没有违背了 宪法 或我这个法律 有没有违背了 这个行政命令 有没有违背了法律 甚至他扩大解释 很简单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像我们前来这个 依照NCS的标准啊 就是说我这个食品的部分 像新竹米粉一样啊 新竹米粉说 你必须要标示清楚 NCS写得很清楚 你要标示 他成分要标示清楚 不要欺骗民众 没有错啊 但是呢 食药署他居然可以做解释说 你这个新竹米粉你要改名字 不是很笑话吗 新竹米粉是一个品牌价值的问题 百年的传统的产业 说因为你要标示清楚 所以你连那个名字都要改 是这样的吗 所以这个就是 税法里面最多的现象 就是这样 所以一般人民跟 政府部门打官司 是很冤枉的 是很无奈的 这武器不对等啊 对 所以目前司法院 有没有考虑设立 这个税务专业法庭啊 来专门来处理 税务征送的案件 有没有 没有 因为我们有设置专庭 有专库 那其实这个意义 就跟那个 德国这个税务法庭 这个意义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专门的人 在处理这一类的案件 那因为他们的案件量的多 所以累积 食物上面累积这个经验 非常的一个迅速 同时我们也扮演很多法官的 因为现在税务机关 他要为了保护那些税官啊 除了要保护自己以外啊 他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那这个是法规的问题啦 那我第二个问题我要问秘书长 就是说我们如何来提高 行政法院税务专庭的功能啊 它的方寻啊 那行政诉讼制度 本来是应该以保障 人民权益为出发点 对不对 好 那为了 确保政府行政权 合法来行使 但目前民众遭遇到 税务机关 物科 就科税的科 或是侵害的时候 虽然有行政救济的途径可以走 但是判决的结果 胜诉的几率 非常的低 让民众质疑啊 他是质疑说 我们司法的一个公信力 反正你们就官官相赋嘛 那也有学者指出 行政法院拥有行政程序法 第117条的撤销权 可以撤销原来的处分 但是行政法院 却以撤销的裁量权 是在基增机关为由 也不愿意扛起这样的 重新变更的行政责任 而且依照行政程序法 第128条 程序再开的规定 以严苛的程序要件 来卡住人民再审的一个权力 以致行政程序重取再审的案件 一年不到一件 一年不到一件 你们行政法院生意很不好 那请问秘书长 对于学者专家 针对这件事情的质疑 你有什么看法 那司法院要如何来提升 行政法院的功能 来维护民众行政诉讼的权益呢 行政法院保障的是 人民合法的权利 不是说保障人民的权益 合法的权益 那你这必须在合法的前提之下 那才有这个保障可言 那所以我们还是会加强 对于法官的在职的一个训练 不管从法官学院的各项的课程 还有他们各个行政法院 他们有每个月都有定期的 法官之间的讨论 还有法律的座谈会 沟通法律上面的见解 那这些都是可以来提升 有关于税法的事件的一个审理 那同时 研修这个不合时宜的法律 如果委员从大法官解释来看的话 几乎绝大多数都是有关于 税法案件的这个违宪的一个解释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税法本身的法规 是拥有许多要解释 第三个问题 我要跟秘书长就教的 就是说 我们基于这个平等的原则 那是限制效力 应急于未遇在审期间的当事人 对不对 那目前我看那个报章杂志在报导 美国商会2015年商业景气调查显示 干扰美商在台营运的十大因素之一 就有四项是跟法规有关了 其中法规解释不一 法规不合时宜 名列前茅 完善周全的法制制度 正确的适用法律 淘汰不合时宜的法规 跟经济的发展 其实是息息相关 那去年本席在委员会的时候 也曾举这个文林院 都更烂为例 指民众申请四线成功 他申请四线成功啊 但是呢 官司却输掉了 就不合理嘛 就四线成功 接官司输掉了 那大法官终于在2014年 10月24号去年 10月24号公布 4至725号解释 要求法院不得以 法令仍有效为由 驳回再审 应待修正法令通过后 依新的法令裁判 那我想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这样就解决了 长期以来的实务上的困境 使民众在诉讼权益 它更有保障 但是关于解释效率 解释效率的部分 我国的四线制度 是采取不涉及个案的 抽象规范审查 随着四线实务的发展 那目前大法官的解释效率 它不仅急于原因的案件 亦急于解释公布前 已经提出四线申请的 所有的案件 那我要请问秘书长的就是说 如果判决已经确定 但却未提出申请四线的 他这个判决已经确定了 但他没有提出四线申请的 其他的当事人的权益 我们要如何保障呢 一个就是说 我申请四线了 结果法律上的问题 就输了官司 那一个就是说 我这个判决已经确定了 但是大部分都没有这个条件 也不会想到说 我去申请四线啊 那他当事的权益 我们要如何保障呢 那我们四线制度的目的 既然是包含维护 法秩序的一致性 那么 基于平等的原则 未遇再审其间者 未遇再审其间者 是不是我们也应该 允许当事人提起救济呢 这好好去做一个思考 对不对 我今天讲的都跟谈税法 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税务机关 他们在执行的过程 把鸡毛当令件 甚至呢 预约的这个法律的规范 像这些 一定要透过行政法院 税务专庭的法院 来还他们的清白跟权益嘛 维护他的权益嘛 结果现在不是啊 你们因为法官的税务专业的知识不足 就是抄啊 就抄这个税务机关的答辩书啊 所以难怪你那个 那个胜数率啊 只有6.11% 笑死人了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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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